一匹马一壶酒世上如亡有几人 小南城王周生辰的古装造型 估计是今年所有古装剧中最让人惊叹的吧 据粉文表示 每一套古装造型都是那么帅 简直是古装天花板 任嘉伦就是为古装而生的 这么好的条件怎能浪费 这部任嘉伦又有新的古装剧即将上映 而除了任嘉伦还有很多位大家喜欢的古装男神 都拍摄了新古装剧 比如杨阳且是天下 肖战 玉古瑶 程亦 陈香如谢等 这几部将是2022年的中头戏 而近日古装美男们都被露透了新造型 剧照 那么接下来小编就带你们一保眼福吧 哈喽 宝宝们咱们又见面了 说起古装美男造型 那就必须要说一说 被网友们喊话古装扮永久的人嘉伦 他在周生如故中的造型 每一套都堪称古装美学天花版 任嘉伦接下来和迪丽热巴主演的 《古装闲暇》剧《欲娇记之》与君出相识 绝对是2022年的重磅剧之一 这部剧已于六月杀青 并在近日释出首版预告 任嘉伦自锦衣之下后 就是大家喜爱的古装男神 每次新的古装扮相都被吹捧上天 不过意外的是 这次《欲娇记之》与君出相识 片花释出后 任嘉伦的造型却被网友吐槽 原主理把男主的外貌形容得 精卫天人 女主第一次见到他 就被他美得震撼到了 还着重描写了他的鱼尾有多华丽 结果看完预告里 任嘉伦的人鱼造型 观众就这 不过剧粉们都纷纷表示 这些道具完全不用太在意 你可以永远相信任嘉伦的演技 小编也觉得可能是剧组资金有限 着正点全都放到了演员身上 那这部剧可能就是 完全靠演员演技和剧情 称流量的剧 那就更有看头了 就像《简易之下》里 哪个场景不是假的可以 但是没办法 剧情好演员演技到位 照样可以火到爆 又有谁说 《简易之下》不是景点呢 人嘉伦演技最扭逼的地方 除了眼神戏之外 就数对细节的把控 比如《简易之下》中 陆毅的二郎腿 上任八岁海童 也能演出那股稚嫩劲 陆延的双手插兜 临近的插腰 还有周生辰 修萌搓裤子 周生辰 背包 明场面等 均演绎的林立尽致 观众们在看的时候 连连称赞 对于欲娇妓之与君初相识 相信对于一条不安适适的 可爱呆萌的傻常尾斑鱼 任嘉伦应该自有他的独特演绎 龚俊和迪丽热巴主演的古装剧《安乐传》尚未杀青 拍摄过程中就不断被路透造型 龚俊今年评测山河令大爆火 他的古装同样是严控的心头好 他在《安乐传》的路透照多次涮涮热搜 《安乐传》改编自心灵的小说《帝皇书》 龚俊饰演的汉叶 和山河令风批美人 温客行非常不一样 汉叶为大敬太子 表面上温润如玉 深情执着 内里运筹帷幄看破人心 偶尔也有呆蒙皎洁的一面 他与被清定为太子妃的弟子元是青梅竹马 后来地家灭门 韩叶却无力解救 之后和化名为仍安乐的弟子元重逢 自此 韩叶就持新手后再不放手 这种腹黑又深情的角色最迷人 根据路透的造型 龚俊的腐化道让不少人觉得惊喜 大家都说 当代古装的腐化道随意 可是龚俊的安乐传 好像让人看到了不一样的希望 演员拍古装戏 妆容真的很重要 很多证据中 演员的妆容都是根据不同朝代来决定的 龚俊的安乐传的妆容 跟当初的山河令中的打扮 可以说有着完全不同的风格 龚俊本身就是很适合出演古装剧的人 换上了古装的妆容 更是俊俏又贵气 剧中的他扮演的是一位太子 从妆容跟气质就能看得出来满满的贵气感 除了妆容之外 古装衣服的款式跟设计也都很重要 如果每一部古装就都是跟天官自服那样的质感的话 那么观众觉得还是不要影视化了 安乐传的剧组是真的用心了 龚俊的古装不仅有质感 立体感十足的模样 更是显得高贵又富贵 一样是古装 但是安乐传的剧组在龚俊的腐化道上花别的心思 就能让人对当代古装的腐化道改观 此前观众对前篇一律的快餐式的古装腐化道的失望 也终于在安乐传中找到了平衡 果然用心选择演员的剧组 这腐化道也是真的一点都不含糊呢 杨阳和赵卢斯主演的古装武侠剧《且是天下》 已于六月杀青 这部也是2022年的爆款预定 《且是天下》根据《清冷月》同名小说改编 杨阳分世蓝风希和黑风希两绝 黑风希真实身份为封国世子封蓝希 13岁开始行走于江湖 化名黑风希 途中结识女主角白风希 而白风希的真实身份是东朝青州风国的西云公主 一个世子一个公主 两人的颜值武力家世背景势均力敌 那女主角双A强强组合让人期待 杨阳近几年的古装造型也是圈了不少的粉 因为造型真的太仙气 再配上她的颜值 整个人就像漫画人物一样 杨阳每次被路透造型 高一定会帅上热搜 她的古装真的是永远的神 《且是天下》里 杨阳的造型也是受到了好评 服装基本上是以蓝色调为主色 高马伟德竖发显得整个人也是很精神 而且她自带清冷气质 虽然有种生人无尽的感觉 但是还是遭不住她长得太帅 让很多人都狂填平 这要是粉丝在旁边 绝对会蜂拥而上 但是一部剧不可能就这一个造型 最近 金珠的路透途中 杨阳的一个造型却翻车了 她的头发高高的竖起 头套也被粘得有点紧 整张脸都感觉有点被往上拉 而且这种美人间轮廓 让杨阳的额头显得狠笑 反而凸显得全骨过宽 颜值立马就被拉低了许多 跟之前的照片一比 说难看都不为过 古装造型的华美男 居然也有崩掉的时刻 这造型真的不是得罪了造型师吗 一部剧中两种造型 一个像是霸气的王爷 另一个却像叔叔先生 其实 之前杨阳也有这种 全部竖发的造型 在三生三世中 她的竖发看起来没有那么紧 而且头型也是比较圆 这样全骨也不是很突兀 看起来帅气又是增加了不少 反观这次的造型 怪不得会被吐槽 造型师还是用点心吧 肖战2021年新派的古装闲夏剧 玉古瑶与八月杀青 肖战的古装扮相从来不会 让大家失望 玉古瑶改编自苍月小说朱颜 石颖为九夷山的大神官 也是空丧皇太子 一直不受父亲喜爱和重视 而石颖因为大肆命预言 不能在18岁之前见到任何女子 因此被送入九夷山修行 但石颖在看见朱颜后 并未杀她 反而喜欢上了朱颜 石颖和朱颜 因一花之恩 解下命结溯源 两人因凑养叉 成为师徒 相伴三年 石颖对这个土地是一见钟情 她高冷寡言 一直把爱藏在心里 之后 石颖因亲手杀了娇人 紫冤 导致师徒二人大战 甘愿被竹颜所杀 竹颜后来 又用心魂却是复活石颖 总之就是超级怨 不晓得剧版会怎么改变 刘宇宁自场歌行后 人气水涨传高 也成为大家喜爱的古装美男 她在安乐传 虽然是男二 但关注度一点都不输男主角龚俊 而且她安乐战路透的造型比在场歌行更帅 洛西明在原著小说中的戏份虽然算不上多 但却称得上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之一 她既至阴冷而并交 和很多言情小说中的男二一样 对女主欲望倾身 求而不得 但她同时又有不同流俗之处 在女主角被满门抄战时 洛明熙暗中救走女主 并筹谋复辟 帮助女主复仇 虽深情却非恋爱脑 不因爱情而抛弃责任 最后还守护着男女主共有的江山 直到游进灯窟 承意和杨子主演的古装先下剧 陈香如谢于10月正式杀青 这部剧在拍摄过程中就不断被路透造型 承意自琉璃后 就成为新一代古装美男 虽然陈香如谢的造型风格和琉璃大同小异 但不得不说承意大适合这种仙气飘飘的古装了 日前还公开了白发蒙面造型 仙气炸裂不熟琉璃 承意在陈香如谢分世应渊君和唐州两个角色 前世是仙界应渊君 今生是楚妖师唐州 于本为上古遗族四叶汉淡的炎淡 开启前世今生的虐恋 虽然陈香如谢的造型风格和琉璃大同小异 但非常适合诚意 这部剧绝对是严口的春天 护星是2021暑假才刚开拍的古装仙侠剧 而日前侯明浩被路透剧中的白发造型 立刻就晒上微博热搜 他的冷白皮配上白发 整个人超级鲜 感觉剧播了之后会变成新一代的古装美男 盘点完了这几位男神在新古装剧中的造型 有没有很养眼 你认为哪位古装男神的造型最撩人呢 你最期待哪部剧呢 好了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哦